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我相信爸爸妈妈 也会欢迎你回家 因为 他们不会记自己孩子的丑 很多言行小说里面 都有你们这样的故事 但凡是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了自己的前男友 或者是丈夫 又或者是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 放弃了自己的妻子 又或者是前女友 结果都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 不是他们始乱终气 也不是他们彼此不够认真 是因为太仓促 未经失忆不懂人生 未经失恋不懂爱情 他创业失败一次 他就懂得创业有多难 但是你 记住你好像没有失恋过 因为你刚放弃一段恋情 马上就开始了另外一段恋情 你几乎是无缝连接啊 我无意去谴责你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 但是既然你选择了 背负种种压力 背叛几乎身边所有的人 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你逼得自己只能够勇敢往前了 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 就走的时候 轰轰烈烈 但你去了之后 你真的付出了 对于爱情全部的努力吗 所以你的那次出走 在我看来 并不是背负了重重压力 你是在种种情绪的迸发之下 很轻易地再次做了一个决定 就像当初离开你的前男友 和跟他开始一样 轻易地分手 轻易地开始 至于男生 你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特别理解 无论是爱他也好 无论是想证明给所有的人看也好 你都想给他你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毕竟你还年轻 遭遇创意失败的同时 背负种种压力 内心烦躁 情趣 无处发泄 于是 有些迁怒于他 这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 但是经过这次创意失败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要真正地为自己的一个行为 履行自己的承诺 去背负那些生活的压力 和在爱情生活当中的种种挫折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你也不能去怪他 不是所有女人都能那样 也不是所有男人创业 就能轻轻易易地成功 我是完全建议你们分开 连事都被试 各自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回家 父母会欢迎你回家 回家之后 好好想想自己的生活 创业失败也没关系 创业是为自己创的 不是为女人创的 听见没有 不要把这种创业失败 转嫁在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男人坦荡一点 好吗 祝你们各自幸福 老师说得很对啊 回家 如果真觉得不行 先回家 尽一段时间 跟父母先把过往的事情做一个总结 因为父母是爱你的 这个无所谓 不要被那些东西 自己给自己套的这个东西 让自己压力太大 听明白了吗 要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去付出 其实很简单 如果愿意为彼此付出 真的从今天开始 愿意放下 只考察这段感情 你们再试一试 如果你们还纠结在其中 不能出去的话 那你们分开也没什么 这就是一段恋爱 这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之前的种种事吧 还有三位老师说的话 我已经就是 大学同学 男生在明明知道女同学 来请关门 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还对女生发起了攻势 导致了女生跟自己的 男朋友的一次视频当中 产生了误会 因而分手 很快的这对年轻的同学 就走在了一起 后来这位女同学 为了男同学 又留在了男同学的家乡 而男同学开始忙于创业 忽视了这位女同学 一切的一切就开始了 这段情感 情归何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